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对吧 对 谈了三年了 对 在这个小片里面 看到了一个大命题 好像在讨论事业和爱情的事 是吧 对 对 你们俩叫对是吧 这一对 来 跟我们说说这个 怎么会有这样的命题的想法的呢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 我就想要一份 比较普通的恋爱嘛 两个人能在一起就行 但是他就 特别偏重事业 特别想创业 然后也没有时间过来陪我 就是我俩的感情就是 始于言之回三观吧 想说 这不懂啊 解释什么叫始于言之 就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挺好的 但后来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一直想去创业 做各种兼职 做各种中介 就一直也不好好读书 我没有不好好读书 因为我当时刚上大学 我给我定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能够顺利毕业 拿到毕业证跟学了学约证就可以了 我给我的计划就是 我想去创业 然后想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 对我的要求就是 能顺利毕业 然后不挂科 就可以了 都实现了吗 都实现了 那也没毛病吗 个人个人的想法吗 但是 他一直去创业 然后后来就开了一个店嘛 开了个店之后 后来就倒闭了 他就一直在怪我 但是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刚开始去 前期我去经营的时候挺好的 后来确实忙 我忙不开了 我呢去负责前面 去找一些客户呀 谈一些合作 然后就让他过来 给我帮一下忙 然后他帮了帮了 帮了几天就倒闭了 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我做的时候呢 是挣钱的 然后他做的时候呢 赔钱也没关系 但是给做倒闭了 当时我就很生气 他让我过来帮忙 他也不好好教我 然后倒闭了之后 他就把责任钱 都推到我身上 但我当时我跟你说过 我是跟他说过的 我说第一个呢 你就先负责好这个运营 因为当时呢 就是提供的原材料 那个供应商 我让他看好 别有问题就行了 第二个呢 你放一些时间在上面 他的时间永远是 学习很重要 陪设有很重要 在送室很重要 在那奶茶店呢 基本上都不大去 所以说很快就赔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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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